今天来为大家讲述西汉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权臣 按理说他的出身并不显贵 他的父亲只是个汉朝的小吏 但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却很了不起 那就是17岁一战封侯 后来封郎居须的大司马票旗将军获取病 那正是在这位天神一般哥哥的帮助下 他来到了长安 从小小的郎官做起开始走入仕途 随后他更是侍奉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左右 前后出入攻进二十多年 未曾犯过一次错误 因此深得汉武帝的宠信 汉武帝临死前把右帝刘福林和整个汉室都托付给他 这也让他得以执掌大汉帝国二十余年 不是皇帝却胜似皇帝 更创下了第一次全臣费力皇帝的历史记录 同时他西兵养民积蓄国力 叙事一击打垮匈奴 为后来的汉宣帝时代 最终迫使匈奴彻底沉浮于汉朝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他后来被汉宣帝亲定为 麒麟格十一功臣之首 然而物极必反圣极一衰 在他死后 他的家族被连根拔起 全家族灭 甚至直到今天 关于他世中世间的争论 依然不绝 他就是西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权臣 大将军 大司马霍光 我身后就是陪葬于汉武帝茂陵的霍光之墓 公元前66年7月霍氏一族遭到满门抄斩 但霍光之墓没有被株连 依旧是陪葬茂陵 今天我来到这里 就为大家讲述这位西汉历史上有名的权臣 霍光的显赫一生 霍光有一个风流的父亲 名叫霍仲如 是个小丽 年轻的时候 被派到平阳侯的府上服役 跟魏青的姐姐魏少尔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于是就生下了后来的一代战神 霍去病 但霍仲如却是个标准的渣男 等他服役期满 拍拍屁股就回到了老家 跟魏少尔也就断了联系 随后他又在老家娶了新媳妇 并生下了一个儿子 那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大汉权臣霍光 然而造化弄人 随着魏少尔的妹妹魏子夫 被汉武帝选入了宫中 这魏氏一族也因此而飞黄腾达 时光荏苒 转眼霍仲如与魏少尔的私生子霍去病17岁了 这一年霍去病跟随舅舅魏青出击匈奴 一战封侯名震天下 后来更是年纪轻轻就受封为票棋将军 升任票棋将军后 霍去病在前往讨伐匈奴的路上 特意去拜会了自己那位素未谋面的父亲霍仲如 临走时霍去病为父亲购买了大量田宅和奴婢 随后在凯旋时又来看望父亲 并将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带到了长安 霍光刚到长安的时候只有十几岁 在哥哥霍去病的提携下 他做了难关 而且很快又得到了几次生前 史书里说霍光身材魁梧 皮肤很白 眼睛也很有神 还留着又长又美的胡子 可以说是帅得一塌糊涂 不光是帅 霍光这个人最大特点是什么呀 是非常的谨慎 谨慎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跟机器人似的 他天天的出入宫殿 但每一步都几乎踩在固定的位置上 从不出错 那正是因为霍光的谨慎 后来他在服侍汉武帝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愣是没有出过一次纰漏 他办事从容稳健 事无巨细 而且毫无遗漏 以至于让素来苛刻的汉武帝都挑不出他任何的毛病 公元前九十一年 太子刘具被江冲以巫蛊之祸逼死 于是汉武帝决定立沟义夫人的儿子刘福林为储君 并计划让霍光来辅佐 当时汉武帝让宫中的画师画了 周公辅成王朝诸侯图赐给霍光 暗示他准备辅政 到了公元前八十七年汉武帝临终之时 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和金蜜堤上官杰桑红阳一同 辅佐年仅八岁的右弟刘福林 就是汉昭帝 汉武帝为自己儿子刘福林选的这四位辅政大臣中 金蜜堤上官杰都跟霍光有姻亲的关系 桑红阳虽然和霍光政见不同 但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所以对于霍光来说 只要大家统一思想 辅佐右弟刘福林 应该是个轻松的事 当时工作是这样分配的 由霍光主持宫礼的事 金蜜堤和上官杰当副手 丞相田千秋主持正事 桑红阳当副手 工作分配的很恰当 但丞相田千秋不同意 倒不是他要唱反调 而是他有自知之明 活得很明白 他觉得自己德不配位 不配主持正事 他觉得霍光主持正事更合适 而自己则甘心给霍光跑龙套 霍光一看着田千秋是个实时务的俊杰 不由得冲他竖起大摩哥 就这样 朝廷内外几乎所有的事 都是霍光一个人说了算了 此后的霍光以周公为榜样 尽心辅佐右弟刘福林 由于他权势过大 又秉公办事 因而当时就树立了很多政敌 比如自己的殷亲上官杰和辅政大臣桑红阳 以及护义长公主 当时另一位辅政大臣金蜜弟已经去世了 于是上官杰父子联和护义长公主燕王刘旦 以及辅政大臣桑红阳等 共同结成反对霍光的同盟 在汉昭帝面前挑拨离间 颠倒是非 诬陷霍光有益心 但刘福林别看年纪不大却十分聪慧 他们的阴谋被当时年仅14岁的汉昭帝刘福林给识破了 于是汉昭帝一边安抚霍光 一边下令追查诽谤造谣者 上官杰等人发现在汉昭帝这 讨不到什么好处 就改变了谋划 决定发动政变先杀霍光 再废除汉昭帝 然后改立燕王为帝 但邪不押正天不随人愿 他们的计划走漏了风声 霍光先发制人 诛灭了上官杰父子和桑红阳 护翼长公主和燕王流淡 见东窗事发无奈之下 也自杀了 此后霍光便一举成为大汉朝堂上 实际的决策人 公元前74年 汉昭帝驾崩年仅21岁 由于刘福林膝下无子 霍光盈利汉武帝的孙子昌义王刘鹤继位 但这个刘鹤在登上地位的短短27天后 就被霍光又给废掉了 原因据说是因为刘鹤形势太过奇葩 在位不到一个月 就干了1127件荒唐事 平均一天要干将近42件坏事 说起来干这么多坏事 也是挺不容易的 但还有一种说法 那就是刘鹤登上地位后 急于启用自己的一帮旧臣来亲政 于是就得罪了大将军霍光 霍光能够把持朝政的是辛苦经营得来的 刘鹤怎么能轻易就拿走呢 于是双方就起了冲突 可论权谋手段 刘鹤又启示霍光的对手啊 于是短短27天后 刘鹤就输给了霍光 而他从封地带来的200多位旧臣 只有三位活了下来 其余都被杀掉了 这废掉了刘鹤大汉不能没有皇帝啊 该让谁来做大汉的皇帝呢 就在霍光为这件事辗转难眠 叶不能寐的时候 刘病乙的名字被人揪了出来 刘病乙是谁啊 就是当年汉武帝巫蛊之祸的受害者 太子刘巨的亲孙子 当年巫蛊之祸发生的时候 刘病乙刚刚出生几个月 也受到牵连而被投入到大牢之中 当时负责处理太子刘巨巫蛊之案的官员 是鲁国御史出身的丙吉 丙吉知道太子刘巨是被诬陷的 但太子已死 只留下他孤苦无依的孙儿刘病乙 丙吉怜悯这个孩子 于是为他挑了一间宽敞干燥的牢房 还选了两名忠厚谨慎的女求照顾他 后来丙吉一直暗中资助刘病乙 直到刘病乙七岁那年 被恢复汉朝宗室的身份 获得了官方供养的资格后 丙吉才卸下了担子 慢慢地从刘病乙的生活中消失了身影 后来丙吉因为自己出众的才能 被大将军霍光所赏识 做了大将军长使 随后他又被升为光禄大夫几世忠 相当于国家的高级顾问 也就是皇帝的参谋 当丙吉看到大将军霍光 为选谁做皇帝而发仇的时候 于是他便向霍光引荐 流落在民间的刘病乙 希望霍光可以考虑立刘病乙为帝 毕竟刘病乙是汉武帝的亲曾孙 此时的霍光认为 势单力孤的刘病乙既没有强大的外戚势力 也没有雄厚的政治资本 选他做皇帝比较容易控制 于是霍光采纳了丙吉的提议 将流落民间的刘病乙盈利为帝 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那即位之后的汉宣帝没有辜负秉吉的引荐 由于他早年流落宫廷之外 所以深知民间疾苦 他历经图治 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帝王 做着积极的准备 公元前73年的春天 霍光办了场庆功会 会上霍光当着所有人的面 欲还政刘病乙 刘病乙却推辞了 他说自己资历上浅 经验还不足 依旧让霍光辅正 可以说做臣子 做到霍光这份上 真的是取世无双了 但是人类的敌人 从来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没有外敌的霍光 家里却出了事 就在刘病乙称帝之后 数不清的人 想把自己的女儿 送进宫里当皇后 霍光也想 他的小女儿霍成军 正值花季 可当上皇帝的刘病乙 没有忘记自己 贫鉴时候的妻子许平君 他顶住了立全臣 霍光之女为皇后的压力 而是在朝堂上 下了一道委婉的圣旨说 我在贫寒的时候 曾得到一把剑 现在很是怀念他 希望各位大臣 能够帮我找回这把旧剑 这个诏书 让臣子们摸不着头脑 左思右想之后 臣子们终于明白了 这是皇帝在想念 他过去贫鉴时候的妻子 这就是历史上 顾鉴情深的真实故事 这件事搁在霍光这儿 也就到此为止了 可霍光的夫人 却偏偏咽不下这口气 汉宣帝的发妻许平君 被接近公后当上了皇后 她怀孕的时候生了病 四处求医问药 一个叫淳于衍的女医师 奉霍光夫人之命 毒死了许皇后 许皇后死后 刘病已批捕了 所有给她看过病的医师 淳于衍也被抓了起来 霍夫人怕淳于衍 把自己给抖了出去 所以先跑到丈夫霍光那儿 自首去了 霍光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功勋一世 竟娶了这么个败家娘们 但无论如何 终归是自己的婆娘 所以很快 这件毒杀皇后的大案 就被霍光给平息了下来 随后霍光的女儿霍成军 更是入宫做了皇后 后期的霍光 权清朝野 成了大汉朝权力最大的人 而霍家也成为 大汉第一大家族 这权力一大 随之而来的就是内心的膨胀 霍光虽然治比周公 但随着权势熏天 他开始滥用职权 铲除一级包庇家人 欺上满下 公元前68年4月21日 霍光病重失事 霍光死后 汉宣帝和上官太后一同到场 为霍光治丧并以皇帝的礼仪 将霍光陪葬于汉武帝的茂陵 两年之后 有人向汉宣帝告密霍家谋反 汉宣帝下令将霍氏一族满门抄斩 霍光的女儿霍成军 也被废掉皇后之位 而打入了昭台宫 十二年后 也自杀而亡 但霍家足灭以后 霍光之墓并没有受到株连 而是依旧陪葬在茂陵 而且汉宣帝还把霍光的画像挂在麒麟阁中 让他位列麒麟阁功臣之首 我们纵观霍光的一生 不难发现霍家最后的衰败 也不全是霍光的原因 其实汉宣帝对霍光算是宽容的 如果不是霍光的妻子 毒害汉宣帝的发妻许平君 如果在霍光去世后 霍家能够认清刑事 主动放弃滔天的权势 安分守己 不要自掘坟墓 或许汉宣帝和霍家之间 是可以相安无事的 毕竟假若不是霍光雍丽他 刘病矣 也不可能坐上地位 而且霍光虽然大权独揽 但他确实对汉朝忠心耿耿 从霍光成为权臣的那一刻 从霍家达到鼎盛却不知收敛的时候 霍家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我们假想一下 如果霍光知道他去世以后权足被诛 他会后悔成为一代权臣吗 优优独播剧场——EB